彭湖倫是高雄往返彭湖間的交通船 航線全程一百二十八公里 過去有民眾抱怨一搭船 手機直接沒訊號 現在述發布 藉由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補助電信事業四個半小時的航程 超過九成的時間 已經都有網路 彭湖倫上頭搭載的這個中軌衛星 其實可以直接讓手機網路使用的概率 直接提升 從原本使用時間的百分之二十二 提升到百分之九十一 現場實測搭彭湖倫全航程 網路平均都有兩格 連WiFi的情況下 網路更加通順 連船長也有感而發 通訊問題改善顯著 彭湖倫在大海中央也能上網 除了中軌衛星備員 船上也設置新設備 4G 5G強撥器接收天線增強訊號 提供船上民眾使用WiFi 相比過去只提供衛星通訊 寬屏受限的情況 現在網路通常 也仰賴高雄到臺南沿線優化八十一座基地台 也額外增加五座 更是功不可絡 不是只有裝在船上 我們裝在一輛這個行動車上面也可以 中軌的天線跟低軌的天線都安裝上去 數位部發想將澎湖倫這艘類油輪 成功改造成類基地台 像這樣的行動基地台 也能運用在救災 403花蓮強鎮電信技術中心 也出動全臺唯一的應變網路行動車 要讓5G垂直領域應用更加全面 彭湖高雄採訪報導